今天拍照不要用奇奇怪怪的相機 好不好 不好 學習一下好友圈朋友拍照 比如說 欧雄娜娜 周宇童她們 我就不 我就不 看下私信 來來來 我看她們小腦瓜都在想什麼 姐姐拍照不要用奇奇怪怪的相機 好不好 不好 讓寶貝學習一下好友圈朋友拍照 比如說欧雄娜娜 周宇童她們 而不只是單單相機那種公視照 我就不 她要把她就不 我就不 不是 你是不是也錯了 我拍照我都是拍給我自己看的 我想提個醒 綜藝就是綜藝 影視劇是影視劇 你沒有演技去支撐你 即使綜藝累積了 再多錄人員也沒有用 我想把每件事情做好 我是需要 一個鞋子裝專心幹一件事 一個鞋子裝專心幹一件事 一件事專心幹一件事 而不是去年是啥都幹 可是以前我戴的鼎流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鼎流 我是吳璇怡 我有名字 來看一下我們的審美的問題 我沒有 這個就是我是覺得 上衣像那個品牌的logo 跟上面那個就是加了一個塑膠 還是一個什麼 那個的話就是整體會強的 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答案 我還要甩鍋 中外的襪子 一層兩層 兩層襪子 然後上面這個一條線 兩條線 三條線 四條線 然後口罩的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 就是所有東西都分散了 對不起 這個那天我是這樣子的 下半身沒看到 然後那天只是照了個上半身 然後結果就露出去了 對我的問題 看又回來了 他與他現在迷戀各種寶袋 怎麼了呢 可以一起燒掉他嗎 我 你們太毒了 這個被罵了吧 這個被罵 那個襪子和那個唇妝 我覺得都很好看啊 哪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好事 就是你能有些討論 我們才有進步的空間